我们都是以解题为核心,所以等一下每一题都会有个问题,那各位要去思考一下,怎么样解决,当然我这边是提供给各位一个比较好的,也许相对的比较好的一个参考答案,但是不是绝对的答案,因为还可以更好,也许如果你有更好的解答方式的话,我想你可以用更好的方式,那其中的话,比如以这一题来看, 我们的这一题的需求是这样,就是说第一个,我把那个手机的这个栏位,这栏的话是一栏里面,假如在一栏里面我希望呢,帮我串接的结果类似像上面这边有一个范例,例如这个上面有一个0930,一个minus符号,加3码,再加一个minus符号加一个3码,那也就是说后面电信业者,前面你必须要串一个09, OK,0911嘛,然后一个减minus符号,那如果有两码的话,你要加一码,那再一个减,如果有一码的话,你要补两个零,最后把这个结果呢, Return到这个储存格里面,当然方法有很多啦,其中的话呢,我们如果以上面这个说明来看的话,题目有一个需求,就是说,请你用串接符号end,再加上rept,再加上len,这些函数如果有规定的话啦, 当然呢,我觉得还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,比如说呢,我们用rept,那这个rept指的就是repeat,repeat是什么字元, 那什么字元的话呢,如果我今天要repeat0的话,那比如说repeat在这边,因为我主要是要repeat0, 那len呢,主要的作用是,判断呢,你的门号区码跟末码里面呢,到底有几个字,那主要呢,我们的逻辑是这样,我要三个字,可是呢,如果它只要少一个字,我就补一个零, 所以这个逻辑呢,基本上就是用3去减,3减掉呢,它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字串,字元有几个,如果有两个的话,3减掉2,那就是1嘛,就是补一个零, 那如果它里面只有一个字的话,那我就补两个零,如果没有字,3减掉零,那就补三个零, 你依此类推,那类似像的逻辑,我要怎么样把它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公式,那在前一个阶段课程里面呢,我们已经有讲到rept啦,或者是像len, 所以如果对这部分不是太熟悉的同学,也许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前一个阶段的,前一个阶段的课程,前面也有了,rept这个这个练习的, 那因为我们今天进阶的话,所以直接来看,那做法上第一个,因为我要先串一个09,所以我就等于,这边的话呢,直接先输入一个双引号09,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,所以我用那个,这边的话,输入09,然后end,end的话是串接,串接什么呢,串接电信业者,然后end,串接一个minus符号,所以就end, 然后一个减的符号,然后再一个end,end什么呢,那如果你直接串那个什么84的话,会少一个0,所以我们用刚要逻辑,我会希望repeat0,那repeat几次的话呢,那根据就是,这个里面有几个字,用3去减,所以我这边可以打一个,或者你直接, 那插入函数有几个方法,直接在这边打,或者从前面这边,你可以用下拉清单,特别重要,你如果要插入函数,前面如果有公司的话,你不要点这边,公司会被盖过去, 所以如果我要插入rept的话,你可以从前面这边加,然后找到那个,因为它是属于文字函数,所以文字函数里面,你往下找rept,开头的,那按确定之后,它会帮你把这个公司呢,加到这个后面,串在后面,那特别重要,如果你是要串在这个后面的话,记得一定要从这边加函数,你不要直接从那个前面的插入函数, 我看一下一个确定,它会帮我把这个rept的这个函数,引用到这边,那我要输出什么呢,我要输出一个0,所以0,要输出几个呢,输出第二个问题,就是lambortize,你要输入几次啊,那我要根据什么呢,就是用3去减,因为我要三个字嘛,那三个字呢,我要怎么知道说这里面有几个字,3减掉这里面有几个字,那我要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,那我要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, 用LEN,LEN直接打上去好了,OK,前刮弧,然后呢,再选这个,它里面有几个字,后刮弧,OK,这样的话呢,因为3减掉里面有两个字,所以它会帮你补一个字,所以按确定之后呢,那你会发现呢,它会直接呢,帮你把0911,一个减的符号0,然后后面呢,在band什么呢,串接,所以你这边在串一个什么,串的门号区码,然后把它打勾 那就084,那不过后面的话呢,门号末码,其实跟门号区码的逻辑一模一样,所以当然你不用再重做啦,你比较快的方法是直接怎么样,把这个公式里面end,到后面呢把它复制一下,贴到这个公式的后方,贴上,不过公式太长,这边有个键号,键头把它往下,那特别注意,把那个G4,其实改H4, 把这个趋势呢,再改H4,那这样的话呢,打勾,OK,结果就完成了,那再把它向下填满了,当然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完这一题了,那主要是利用REPT 加LEN,OK,那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,其实用repeats主要的目的是要重复几个0,所以未来你们在串那个什么,比如你的编号里面啊,可能前面要,如果未满几个字的话,那你要补几个0,其实那个逻辑, 逻辑,大事上也是相同的,反正串接嘛,那常常遇到就是你要产生一个前面的编号,那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嘛,所以你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去完成,那通常呢会再搭配什么,搭配LEN,去把这些部分完,不过这个方式做完之后,其实有些同学会想说,这个方法虽然是对, 可是不是太好,那如果以我的角度看,其实大家会想说,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,当然,其实在eSale里面,如果你对eSale函数够了解的话,那你会发现,有一个函数,那当然会更简单,什么函数呢? 第一个,再把这个工作表,再复制一下,那复制这个工作表最简单的方法,拖拉,顺便按Ctrl键,这样的话,那我把它改一下, 刮户2,把它变成,也许我换另外一个函数,叫Test,Test,Enter一下,那把这边的那个公式delete掉好了,我们重新再来过,那这个Test函数,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,各位应该知道格式化了,比如说这边呢,假设我84跟 7,我要把它格式化成三码,其实在eSale里面最简单的方式是按右键,这个储存的格式,可以把它怎么样呢,补三个零上去,其实它就会是三码了,那怎么做,第一个,先把84跟7选取,第二个的话会跳出一个储存的格式,我储存格式制定一下,那原来是通用呢,请你把它补三个零,你按个确定之后,你会发现, 它有什么变化呢,在这边会出现084,在这边会出现007,但是特别注意呢,这样的变化,它是仅限于格式,它不是真的帮你把它变成这个084哦,它还是,你如果油标点进来的话,你会发现,它在eSale里面存的资料呢,还是84,并没有真的帮你改,它有点像是外表,格式改而已,OK,所以哦,如果 如果你要真的改的话,那其实你要知道,在eSale里面有一个函数哦,它可以真的帮你改,那个函数呢,就叫做test了,OK,所以基本上哦,格式哦,如果你要真的改变084哦,你只要记得有个test函数,哎,就可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,那要怎么做哦,我想各位先试着把那个刚刚这个部分啊,如果, 因为我们今天有那个前一个阶段的同学要等于进阶哦,所以你顺便复习一下这部分,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,哎,在 因为你先试隔了 communicate试隔了,我一会就听不久了,嗯,那个我们也想在自己转发音乐上的话,但是我们有什么地方要不要有什么地方啊,可以不信心, 我们已经接受到这个 365,你现在转发什么是不是已经是在海里面了吗?